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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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今天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到的是 今天來談專業的交通的問題 今天邀請到的是交通部政務次長 王國才 王次長 次長你好 鴻宜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如果有關心新聞 你就會發現最近槓起來的 就是王國才次長跟柯文哲次長 當然這個槓當然還是要講道理 不是說政治操作 那麼我看八月七五的時候 王次長有跟柯文哲柯次長 因為柯次長在培評前瞻計畫 說基隆輕軌 說一說就是 連可行性評估都沒有 還在變什麼異性 那麼你們團隊沒有正直誠信 是共犯結構 這很嚴重 共犯結構是很嚴重嗎 我看他真的是亂講話 就是說基隆輕軌 我們在高通部 是當作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過去 人家說他要到台北 希望有捷運 然後現在林宥昌林市長 他很好 他也知道說 人家裡面要有一個輕軌 在市區裡面做一些服務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把智能中印據 輕軌 然後跟這個到台北的捷運 這人會自己叫做Train Train 人家叫Train Train 就是說我的Train Train Train就是一般人說輕軌 Train是火車 可是我輕軌可以走在火車上面 所以同初我們可以去日本跟歐洲 把這個技術做一些考察 然後把他帶回來 就是說我在家的人 我會當輕軌服務 然後背上我的台鐵 然後到南港展覽館 當初到南港展覽館很簡單 就是說它有溫湖縣 也有板南縣 所以我 基隆市民可以當搭輕軌來這裡 進入台北市的大眾的捷運路網那裡 像柯秉的說要去南港火車站 其實我算嫁人火車站 就讓坐到南港火車站 對 你們兩個都做 一個飛車 你進來跟南港火車站 就是說我的輕軌跟我的飛車都一樣 一樣路 所以沒辦法做分散 我們就說一個輕軌 你跟南港展覽館 你也可以搭台北街營路網 如果你要跟南港站搭高鐵 你就坐火車 兩種選擇 而且我們輕軌是基隆火車站開的 所以同一個地方可以這樣做 這是我們發了很多心血 大家來想 包括林佑昌市長 包括市府的團隊 包括林全龍副市長 還有張哲雄局長也都做很多的討論 對 我們大家發了這麼大的心血 你今天說一個共犯結果 我是覺得 真的 這個 口出惡言 我覺得這實在 應該幫媽媽 應該罵他 所以 所以 本來 你們跟基隆市的 這一個討論是說 把這個基隆輕軌 從基隆火車站到 南港展覽館 對不對 這是輕軌 柯文哲市長說要求到 南港火車站 但這就不必要 因為基隆火車站到 南港火車站就有車 現在現時有車 車在走 那他也要求說要地下化 所以 從南港展覽館 沿到南港火車站 有要同意嗎 我們還在討論 我是說 這從專業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鐵工局 跟他們的捷運局 再討論一下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基隆到台北 才基隆市民 他的旅行行為是怎樣 是是是 一部份如果要坐高鐵 我們以外說一部要坐高鐵 你就坐火車 你如果要坐捷運 你就坐輕軌 所以我們是這樣想的 所以這部份 說實在 他們不要這樣 口出二元 我們是 覺得我們專業 我們跟捷運的團隊 好好來討論一下 對 如果他們最好 為了他們的東青門 會不會來做 我們的傾向說 如果你要這樣 我們也可以同意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心平契合 不是這樣黑白妹 是 你覺得說他黑白妹 口出二元 是因為他 他懂 還是他不懂 我也覺得他不懂 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真的 他只想說他東青門 因為他剛才說過兩個問題 一個西西門戶 一個東青門戶 是是 當然 就說東青門戶 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我們如果看 他們東青門戶的範圍 因為東邊就是跟我們知道 對 所以我們這個等於是說 進入他東青門戶的邊緣 他希望進入他的中心 就是南港火車站 我覺得沒關係 其實我們如果尊重說 首都市場 因為我的路線要告訴你 我當然可以尊重說 你如果說 在前面就對了 對 後面就對了 我沒有順利不可以 他還有一些 什麼工程交通維持都要 要配合 他都要運到三天 是 但是我最重要的是說 大家理性溝通 不能說 你覺得他不理性溝通嗎 我覺得他 這個 所謂說的 白人的失敗 就是他的快樂 所以我覺得他 他把白人的 打成功 白人做得很失敗 他得到一些快樂 我覺得這樣是不行 我覺得他這個真的 回到專業是最重要的事情 以前他第一次 2014年選市長 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樣 你有給他集團嗎 我當初在 中華智慧委員會學會 當理事長 我們又找很多人 來跟他報告說 台北人如果做智慧交通 要怎麼做 那時候他選到市長嗎 還沒 還在政選 蔡俊慧 雖然當初 很多人都要扔票 包括我 不知道要扔多少票 我前陣傳出去 傳很多 然後 拜託我們交通界 來 給一個 所謂政治素人 來 試試看 對 所以 當初對於 是 很大的期待 真的很大的期待 你有大力拉票 大力拉票 我真的大力幫他拉票 是啊 想不到 有一天 後來幫你加 我也覺得 我剛剛 政治素人 就慢慢 他 兩三年之後 已經變成 已經有一點會算計了 應該是我也要算計 你覺得他會算計 我是 別人都這樣說 我是覺得他開始都算計了 好像 這樣 妹妹好像 加一票 所以 你那時候做 運輸協會的理事長 這是全國運輸協會理事長 叫中華智慧運輸協會理事長 中華運輸協會 智慧運輸協會 智慧運輸協會 理事長 是 他有幫你拜託你上課嗎 他不能說上課 討論 討論 他 他說他台北市 交通不上課 對 因為他當初到處去拜訪 他問到我們這個學會 他找來我們這個學會 裡面做一些討論 我裡面的人 很聽 請郎相授 真的是請郎相授 請郎相授 對 所以你是覺得他不懂 他不懂 應該是這樣 還是說他可以 我是覺得這樣 他很多人都說 柯P有一個 不大好習慣 他說他聽人的講話 都聽了一半 他覺得馬來的時候 就能打斷了 所以我覺得 他 我是覺得台北市 包括捷運局的 這些專業都很強 真的 他們過去的 這些經驗都很厲害 所以我們的提供局 很厲害 所以兩邊都是交流 都是用專業的交流 但是他不太聽 像我剛才說的 說這個輕軌的用意 是要撒毀 他覺得 我當親門夫 你幫他 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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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王次長講的是專業 這個專業就是說 基隆到台北之間 需要一條輕軌 但是這個呢 這個輕軌到 南港展覽館是最好的設計 我們的設計是這樣 那如果到南港火車站 根本不需要 因為基隆火車站 到南港火車站 本來就有車 本來有車 你就變重疊了 是 所以沒有必要 但是 沒辦法 柯文哲的 這台頭就是他的 好像也需要他幫忙 要不然他不幫忙 你也沒辦法 所以還要再討論 但是 次長的 感覺就是 我覺得他別人的失敗就是他的快樂 哈哈哈哈 手環境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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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會算計這樣 你是覺得說 他說最近才這樣 還是一開始做企業長就開始這樣 其實 他做企業長到進 其實我現在 政地我沒辦法做很多的評論 最近我覺得我比較嚴重 最近比較嚴重 像我這個響應節電 他就跟我們節電說到這樣 他不配合 對對對 我們明明一個和平電台 就是這個 寶芥孫 我們的電量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大家共體時間 你說這樣 我們說一下 就是說 你最早 就是說中央有這樣的困難 對 你地方稍微停一下 不然他經常都要申請 中央的補助 高中央有這麼多 對 他最近的捷運南北線 要損進來 因為那個萬大 捷運南北線 南北線 因為這個南線跟北線 然後最近他損進來 他已經損進來 是萬大綜合線 都損進來 對 你如果跟中央拜託的時候 都損進來 就拜託 然後中央拜託一下 所以說好 好像這個措施 好像外面不對 好像要同意配合28多 什麼都不配合 我覺得這樣 不夠意思 真的不夠意思 不夠意思 你覺得他做人這樣不對 意義不對 他其實這個人 我覺得他很自我 很自我 很自我 我說個故事 好 那天七月三十 他說要跟我們賀陳部長 近一面 對 然後賀陳部長 我好 他知道他吃飯都要配土豆 你知道嗎 那個柯市長 對 他準備土豆 一瓶一瓶 便當 對 因為他在中央拜託 我們大家都在那裡 你去高東部 對 他來高東部 本來賀陳部長要過 他說他要過 然後我們所有人在那裡 他未來 我們大家都要吃飯 這是便當費 對 他未來發覺 他已經吃飽了 開始開火了 結果我們全部人 沒有人在那裡 沒有人在那裡 開了 可能十二點四十 十二點五十 他就發覺 繼續 走 所以我們全部人都 一人煮一個便當 他發覺醒就結束 發覺醒就結束 然後那個 聽了 他說他一直說他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自我 賀陳部長 那時候的感覺是怎樣 賀陳部長很客氣 賀陳部長以前他有共識鬼 所以他真的 為了要跟他講話 要說話 像說親戶的事情 準備很多資料 最近他沒看 他整天說 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說 你如果搞一個地方 你吃飽了 都沒有顧別人的家 這就是他的寫照 真的他的寫照就是這樣 他就是說 他看台北市 無關別人的事 什麼狀況 他就 反正 用於自我的觀點來 他還沒說一句說 抱歉 我已經吃飽了 他剛才就因為有人 想吃飽了 所以吃飽了 不然這樣 我們先開火 大家先用 他怎麼說 我是說希望他這樣說 沒有啊 就是沒有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這是我對柯P的性格 就是說他過去 這種 所謂IQ很高的人 對 過去都沒什麼失敗到 然後一直都被 捧在心裡 說這是一個 政治素人來 他發採他會 而且他過去的經驗 以急診室的意思裡面 那個是一個很小的一個範圍 所以他的思維裡面 我覺得會比較自我 當然柯市長他 這個市政 認真這台事情 我認同 很認真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自我 全部的公文都是自我 這個觀點來看 我覺得這部分是他最大一個缺點 最大的缺點 是 那 這個 輕軌這個事情 除了輕軌之外 其實那個什麼 台北市上面聯合防災中心 是 這個事情他也高隆部也還要港 他要港高隆部 這個真的 說實在 我過去了 很少跟人在 玩家 一久來一久去 真的是 因為 我是身為交通部的發言人 我也要為我的政策來辯護 另外防災中心 過去了 就是說過去全國 都是分期 你看 不管車站 還是中正 桃園機場的 都是分期管理 然後這個 橫向聯繫 是 你管理的我管理的 但我們有事情 比較定位就對了 是 如果發生大事情 就是在 比如說機場或是 在車站 成立一個叫前進指揮手 好 當時的指揮官以向 對 比如說你如果是火燒 就是消防署的署長過來 如果是那個 水災 像我如果是鎮結事件 就變成那個 警政署的署長過來 所以就是他們 台灣有一個這樣的部分 但是就是 因為過期都用出方式 對 然後大家都在做 但是 去年 一月到 柯市長去搞新大阪車站 去看 他在考潮 他回來 在2月2日的市政會議 他告訴他們 消防局要跟交通部 快來做一個聯合防災中心 他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 比如說 台北車有四鐵 還有一個地下街 所以有個中心 四鐵就是台鐵 高鐵 捷運 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 都四鐵 然後還有一個地下街 本來是有個分區 他說要把它放在這會上班 日本大阪是這樣做 但是我剛才說的 就說要不要做一個聯合防災中心 見仁見智 有的人覺得不需要 因為你如果分區 它有分區的因地質疑 像過期的鎮結事件 台北捷運馬上應變 過期火車的火燒爆炸 我們以松山就成立一個應變 就說這種方式 但是因為他看起來 回來後他覺得很重要 要做 但是我剛才說 他一月二十九 回來開始說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五二年比較起來 那時候他去考察的時候 馬英九還在當總統 對 的確那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說 見仁見智是要做 做人去討論 到九年的七月 我們的台鐵時才開始跟我們說 我們是一個 浙江的聯合防災中心 對 因為消防局希望 把我們台鐵自己的 這個防災中心把它擴大 叫做聯合防災中心 我們的那個中心剛才在做 剛才在做 已經土木做好了 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結果他就說 要變的時候 哇那不是 因為我本來是 好像把證視器 好像火車站的東西 你只要把其他三鐵 把地下都放在哪裏 然後他那個整個裡面的 這些規模是不一樣的 所以到底要不要那麼做 當初我們為了這樣的事情 感覺說好吧 那尊重首都市長的想法 那我們就往這邊來走 所以從古年開始 九月初到 他們的消防局開始辦一個 頒布一個聯合防災中心 一個機制 然後開始我們就開始討論 對 聯合防災這個應變小組 這樣討論開始討論 對 然後變醫生 我們近年已經發報了 對 我們說是在108年的三葉 對 後年的三葉給我們做了 就是說過期 不管他去年開始說 真的 臨前要來做 有習慣的 是是是 但是他還沒人的人 說馬英九 然後這個 媽媽不聽 然後小英上來 也沒有用 我這這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當初我說 真的是宇宙超級莫名其妙的事 嗯嗯嗯 可是我們是按照的方式 這是見人見智的問題 但是我們已經在做了 而且改變原來的計畫 改變原來的計畫 我們本來是做自己的中心 今天要把其他四個單位拿進來 所以我們花了很大力氣 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的消防姐都知道 我們一直在討論 嗯 但是他這樣圖案就不定 他不定 他不定出來就不定 呵呵 讚馬英九 你以前不做 如果叫王小英會比較好 也不一樣 呵呵呵 所以我也覺得他完人別人 這種最貴婚 完人別人 他這樣 他一天我聽說是在那裡 他就突然問消防姐說 那聯絡團在什麼時候做 應該說一百零八年三一 他就跳起來了 所以說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去問說 過期 這個過程是怎樣 一個公家單位 第一 你要把欠台的美麵裡面 然後大家的規則是什麼 對 然後 甚至 他們以後要有當班的人員 告見人力 我大概像地下車一直 覺得 我自己做好事 對 這個時間都不用算 要扁議 都不用算 所以說 我覺得 當初我也覺得 真的有點莫名其妙 就是這樣 你那時候 有跟他 我們會給他揪很多票 過來要再給他揪嗎 稍等一下 見一下房子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交通部政府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來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王次長 剛剛講的 其實基隆捷運 他也說得很清楚 現在說的是 這個聯合防災中心 那為什麼這個事情 要講清楚 就是高通部 並沒有不溝通 是 那他說 馬英雄不做 高的小英小英也不好 所以說小英是有做 不是沒做 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 本來是照原來的事情在做 那後來是因為 他去新大阪考察 覺得應該設聯合防災中心 那麼所以呢 交通部也就 好吧 見仁見智 但是也尊重 你是首都的市長 所以 那時候小英五月 二十起來 七月份就開始 討論 討論 那麼九月編預算 108年3月要完工 我要講的是 沒有那個什麼 馬英雄不做 小英也不好 這種話 所以王次長才說 這些都很厲害 萬公百人 那我要問他問的是 他是知道要這樣說 還是他不知道要這樣說 這我真的沒有辦法判斷 他說他這樣 因為他當初人拿錢 有紮改 這是108年3月做了 他就跳起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 他跳起來是他不知道 現在才知道這樣嗎 這給他自己知道 我真的沒辦法 嗯嗯嗯 他有說 他說 像基隆的清潰 說交通報 事先都沒有跟台北市政府溝通 有什麼 就是這樣 我們的錢戰計畫的 那個基隆清潰 從今年到明年底都變 規劃費用 嗯 那我們整個過程就是 因為他是從基隆這邊的需求 出來的嘛 所以第一個是跟林佑昌市長那裡 做很多討論 對 然後我們正式跟台北市政府討論 大概有四邊的正式會議 哦 包括副市長 嗯 為什麼要副市長 因為副市長是那個 林 林清榮 林清榮 他是那個負責 這個東氣門戶西氣門戶的 對 然後因為決運局的局長 嗯 大家都來討論這個問題 對 那當然他們說說 哦 這個市政府希望到南港戰這事情 對 所以我們這個過程 嗯 四邊正式溝通過程 就是都一體來討論說 有這個表嗎 嗯嗯嗯 就是說你怎麼延伸過去 讓這個本來到南港戰爭館 還可以繼續延伸這輕軌 都被斷掉了 因為你已經在地下已經被斷掉了 對 這部分都在討論 全部都在討論 最重要就是說 那個林佑昌市長 嗯 後來又找我們的次長 還有林清榮 嗯嗯 副市長 那最後討論 大家還會在共識 對 以南港戰爭為目標 嗯嗯嗯 我們我們比如說先告 這個南港戰爭 這個東西 我們是本來講 好像告一段落 嗯嗯嗯 告到前兩天 他就突然說 是一個共犯結構的時候 對 沒辦法我出來講話 我就說他這樣 這個 這個 不能要口出而言 嗯 應該留給專業討論 是是 啊你那時候 就是也看他是一個素人 所以你也支持他 也幫他拉票 也跟他討論 這個你用這個 李市長 這個 智慧運輸協會李市長 智慧運輸協會李市長的頭銜 也跟他一起討論 台北市的交通建設 那時候他還沒調呢 其實也有點疼惜他的意思 是是是 那現在他還算 你怎麼會把他投票 把他撩票 沒有要看他的表現 現在看他的表現 現在又觀察了 要觀察 我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人算認真 他做市政好像 他讀書很認真 但是唯一就是說 這個 亂講話這件事 亂講話 一種就是因為 亂講話是他的性格 還是他會算計 這都有人說 有人說 你會判斷 我會覺得 一大部分是 好像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懂 但是亂講話 講出來 他這樣隨時就是 把他心目中的那個說出來 但是問題是說 你現在 你對的一個是 我們的中央政府 在小營政府裡面 大家那麼認真在做的時候 突然說一下這樣 然後他的粉絲很多 大家又會隨時起舞 對 說到我好像 我都沒在做這樣 好像聯合房財政 我都沒在做 好像那個 在基隆輕軌 我都沒跟他溝通 就在做 所以這部分 這兩件事就是這樣 我會覺得說 我身為交通部 發言人是政務次長 對 我必須把他講清楚 為我的政策來辯護 這最重要 假如他說 我會說這你們為何人 沒有可行性評估 四年要跟他通車 要怎麼變異性 既然是沒有可行性評估 那通車是誰講的 通車是誰講的 其實這樣 一個價位要做 很簡單 這兩件事 因為它是 成績之間 跡人到台北 是做台鐵的鐵道 所以車廂就是要有變壓的設計 就是說 輕軌是低壓的 760瓦 輔特 然後這個鐵路是 25000輔特 所以他做一個車廂的變壓構成 這是第一 然後他有土木 就是說有一些軌道要增設 然後他有積電 整個積電的設備 你工程上 其實你問 請大家知道 工程上 你這個工程的 一個一個分項出來之後 你經位粗固就出來了 但是就是說 你最後再可行性 再綜合規劃 後面裡面可以做一些微調 這本來就是這樣 所有的東西說出來之後 就是說你最好 在這個真正進入的時候 他可以做一個這個經費的微調 這個本來就一般 一般的這個工程上 就是這樣來做的 是 所以我剛才說的 我們前年計畫 今年到明年 基隆清潔是變2000萬要做規劃 所以這個規定說 你說想要820億 這個如果我們談到 有一個上下 不要太幅太大 本身這是在工程上 本來給允許的 當然這樣 然後我們也經過一個 很嚴格的一個評估過程 其實 在行政院裡面的重大工程 都有一個嚴謹 就像高中部管的 就要到國華會 然後行政院通過等等的 都有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本來就會走 我們現在正在 現在進行事 我們現在進行事 對 不是說的 就像什麼 都沒有 行政院現在正在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那麼 這個柯文哲其實常常罵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他是沒有申請 還是他有申請 你沒有給他 其實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在討論是這樣 就是說過去全台灣 人家說 縱北 清南 忘掉台中 這件事我覺得是真的 我說一個例子要聽 這台三有很多的捷運 但台中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要訪問 我們現在正在訪問的是 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不好意思 因為要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曾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大家好 那王次長剛才講 我在問他說 柯文哲這樣不前瞻 不得出接他 那到底是他有申請 但是我們沒給他 或是他沒申請 還是怎樣 因為這樣 因為這個前瞻計畫 有人說縱北 清南 忘掉台中 甚至忘掉東部 所以我們這個想法是說 讓這個區域發展更平均 因為台北企業 捷運已經花七千億 它的鐵路 地消化 跟未來的加起來 總共是1.2兆 1.2兆 你說1.2兆是什麼 1.2兆包括 鐵路 地消化跟未來的 比如說什麼三陰線 這些淡海輕微價值1.2兆 最近我們已經在使用了七千億 七千億 台北市 對 台北市 所以我也覺得說 鐵路裡面 就是希望區域可以更均衡 所以鐵路的確 對雙北稍微 把他這個沒有看那麼重視 應該因為很多地方 台東一條都沒有 台南一條都沒有 湯都沒有 我覺得人都沒有 應該是先給人 要增車 對啊 那這一個真的 真的 那張卡後需要捷運 這是真的 我說日本的例子 日本是全世界 鐵路發達最發達的一個國家 全世界50個最繁忙的車 這個車站 他佔了46個 日本 他在去年推出一個2030的軌道計畫 日本 大家想說 那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們認為 比如說很多偏鄉的這些老人 所以他很多支線 這個JR的支線 在這個偏鄉也都去做 老人搭這個軌道 是比搭公車比較 他覺得比較舒服的 對 因為他比較平穩 所以他們也是 是基於老人化來做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我們臺灣 你說除了雙北以外 其他地區 你的公共運輸市場都不發達 過去10年 那公共運輸使用率都 在15%左右 都不太多提升 所以我們就位 前三機會就是說 透過一個公共運輸的提升 比如說用軌道 來讓這個城市 整個公共運輸的使用率提高 除了老人化以外 就是說我們過去很多人騎得多壞 一年都是一千多人 摩托拜的騎士 我希望可以有這個方向 所以感覺說 有時候就是在北部 我經常說一句話就是說 一個人在吃飯的時候 每天出菜 他發覺說不要再出菜了 我吃飽 結果村的村人都要不吃 都要不吃 都要不吃 要不吃 所以感覺有些觀點 要注意說你不要只看過的東西 這個不前瞻 我們經常求油 先求從五到油 所以有個地方可以用軌道建設 然後拉起它的公共運輸的使用 然後照顧這些老人家 還有這些年輕人騎機車車 最後死亡能夠降低 這是我們的最大的目的 是是是是 今天最新的新聞 說立法院要在八月二日 舉行這個會期的第三次臨時會 那最後是要處理前瞻計畫 第一期特別預算 那立法院的國民眾當團 怕勝要提高杯葛的力道 除了要把議省的刪檢提案 加碼到九千個案 九千個案的意思 就是說一直要跟你亂 一直要跟你亂 你標過就標過不完 不要說什麼議省 大概是這個意思 而且他們怕勝要找柯文哲合作 反前瞻 要讓吳敦義做主席重任 第一次就振折了民進黨 讓民進黨怕得出賽 大家這個意思嘛 哇 什麼時候你覺得柯文哲 竟然跟國民黨要聯合 要來建民進黨 你看他怎麼會 我也是覺得這樣 全部都要回到我們的專業來討論 我們這回第一期 過到今天這期 國民黨你覺得他是 他是感覺說 真的你們買什麼膀胱 或是說他們其實也覺得你們有道理 但是會亂 哈哈哈哈 這要問他才知道 我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過去在立法院 我們都在孤座站那邊 就是說都沒辦法專業對談 很簡單啊 你一條一條說 回到過頭買嘛 你如果說有道理我們就要拿掉 對 進東連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我們三十幾行在那裡 我們連去說明說 我為什麼要做一個 比如說新竹青軌 我為什麼要做 我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要做什麼 這個台中裡面 做一個藍線 他就說高雄捷運都一直撩錢啊 撩八年啊 但是最近高雄捷運 今年賺七千萬 賺七千萬 七千萬 因為賺起來 所以我覺得說 應該是這樣啦 就是說 他們認為財務的問題 小看了地方政府所長的這個執行力 像我那時候 這個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的那時候 我們捷運通車後 我們就開始 這個無公車23條就要快出來 然後管制這個機車 然後讓這個公共運輸使用力提升 是當作 市長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年你知道嗎 所以市長都是把公共運輸的提升 都花最大力氣在做 他們說的就是利涉因素 是部門的提升 所以我也覺得說 未來的財務在 他們進行說 可以說這是不是載留子孫 第一個 我也覺得說 養一個軌道 各地方的縣市中 他本身就有這樣的企圖心 會去 因為有選票的壓力 他應該做得好 他應該做這部分 所以我也覺得說 不必說 這樣全面的杯葛 但是你都沒有 給我們討論的機會 你說 用任何一個地方 他的首長跟市民的需要 你不能在外面直接講說 都都不需要 但是你沒有具體去提供 做得不需要 你如果說哪一個不需要 我們就一個人來談 對 我是覺得最重要的 不是這麼一個題材 最重要的說一個一個來講 你如果說 我說我這個 做這個沒得力 我們要拿掉對不對 對啦 但是沒有這個機會 沒有這個機會 都沒有考慮 專業的辯論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交通部的政府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王次長 剛剛有說 說 台北市 因為捷運已經 七千億落下來了 你如果 其他差不多一條兩千億 其他是鐵螺 鐵螺 鐵螺 趕快1.2兆 鐵螺 這個人就吃肉 其他的人 台中 台南 偷風 結果你吃肉 你說不用上菜 其他搖 這樣 不能只顧自己的意思 是 那第二 就是說 國庄雖然有結婚 雖然連十多 八年 但現在開始賺錢 他運用現在多少 他近差不多十八萬 因為他沒有城王 兩個十字路 沒有城王 城王就是說 我如果在十字路網 以外都不能坐 不能坐 你像台北市 一個路網 我隨時 你出的都可以 他根本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他不曾路網 所以 國庄雖然是讓他乘路網 所以有一些 現在幾條算 已經兩條了 兩條而已 所以不曾路網 就是十字型 外部效益沒辦法管 沒辦法管 因為很多所在坐不到 所以我剛才說 我做鑰鐵螺 做23條 街坡公車就是這樣 但是街坡公車來 是 所以台中需要 台南需要 脫衡需要 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們這位是這樣 就是說六都的博文 用捷印 然後其他不是六都的用輕軌 像新竹 新竹我們這條輕軌 是新竹火車站 怕光芙路 就怕 對呢 怕清大交大 一直到科學園區 然後到新竹的六家站 等於把新竹最繁忙的 這些學生 上班族把它串起來 而且把高鐵跟台鐵串起來 像我們說新竹政府 也是在說得很難聽 好像不需要 但是我現在這條路 是大家 基隆政府說過20年了 所以我們這位是真的要給它落實 說 你不要再怎麼說 不過隆我也講一句話 因為我嘉義人 嘉義 因為你阿里山 說實際人口是沒有桌 我沒辦法去到新竹尖山鄉 那也很偏 很偏偏 那山頂 說實際人口也沒有桌 我們整期沒有 教人家那些樓樓不要去 人沒有桌 人沒有桌 沒有經濟效益 所謂智藏 你都要賺回來 對吧 智藏這個東西 我經常說一個 你剛好在說 丹安森林公園有沒有智藏性 我都在說 東方就不是賺錢 但是政府也要開 對 宗教東路剛好有智藏性 也是沒有 你如果沒收費的智藏性 你為什麼要去 就是一樣 你說過道跟造橋鋪 都一樣的意思 你知道嗎 老百姓的需要 然後他們這個 剛有談到老人化的這個課題 對 然後這個車禍 這麼多車禍 能不能讓他們更安全 更 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就是說 那個館市比較長的 不值得幫他們 也是幫他們開路 但是不值得鋪博油 你也可以這樣說 真的 沒有啦 他的理 觀念就是這樣 我說 我們這麼多 所以我們需要這麼好的建設 你怎麼不需要 對不對 不可以這樣 再過幾年 台中 台南 桃園 高雄 他的捷運的量 養起來 對 他就養起來了啦 你沒給人嘛 你別說看人家沒有嘛 自己都吃飽飽 都不知道別人多養 對不對 是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交通部的政府次長 王國財 王國財 我是鄭鴻儀 北區 因為鄭鴻儀 這裡有這麼便捷的捷運 但是所以他沒有了解 其他的縣市也需要 好 那講過時間 我們王市長 你說說一個立委 新北區立委 好 用怎麼方式去送 中南部的捷運 他說好像 他以前是要讓那個牙齒頭去擲擲 我會覺得這個生活的生意 就是說其實你看 我們牙齒頭都是牙齒頭的 你擲擲擲擲擲 其實這個蝦棋都有它的特色 都做得很好 你不知道大家不是跟北部的人 剩下大家都做得很好 不可以跟台北以外的所在 北部以外的所在都當牙齒頭 不可以這樣 是是是那有人這樣說 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前瞻在哪裡 那個軌道都已經不知道發展幾百年了 這個我今天要 這給我一個給我來講 我們的軌道 軌道鐵路是在1825年 史蒂芬森所創造1825年 然後那個飛機 飛機是1903年是萊特兄弟 大家都知道 然後小汽車是1908亨利福特 你用飛機是1903 然後那個小汽車正式量產 傷害是在1908 就是亨利福特 這三種運距過去 這個一兩百年的這個是怎麼樣 我告訴你 1825年開始鐵道 鐵道一開始是馬車在拉的 然後到1903年 飛機出來之後 一開始把它長土的部分 把它搶掉 搶到鐵路長土的 然後1908以後量產以後 一開始搶鐵道裡面的短土的部分 因為小汽車的那樣擠一門 對 這個固定它是80年的時間 但是在1964年 1964年上面 日本興幹線 全世界第一條高速鐵路出來 它是東海興幹線 東京奧運那一年 對 它出來之後 它總共把飛機搶回來 其實我們來看 然後歐洲 它要高鐵都出來 高鐵 包括德國 包括像西班牙的這種高鐵出來 對 之後再把飛機搶回來 全部搶回來 然後再說一下 1994年 1994年是什麼 可以輕軌出來 可以說 我剛才說的 過去 小汽車搶了市區裡面的這個街車 對 街車有的都踏掉 到1994年 在那個華國的斯特拉斯堡 新一代的街車出來 就是輕軌 出來之後 像歐洲差不多四八的輕軌系統 就是說 它再把小汽車搶回來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來看 我們的高速鐵路 把飛機搶回來 對 現在台北高雄的什麼 自由都不一樣 所以我說這個 我講這個故事就是說 這三種運劇 事實上都是前瞻 各自都在發展 比如說 小汽車已經在做無人車 我說鐵路 無人駕駛已經很早就有了 那以前還在做新一代的 然後甚至 軌道部分也在做無軌的 對 軌道部分做一些比較環保的這個部分 可以說 到底前不前瞻應該看它技術 它技術都一直在提升 可以說軌道它一直在進步 到現在它一直在進步 然後小汽車在進步 然後飛機在進步 各自有各自的族群 對 因為小汽車載的人比較少 所以它沒辦法 這個服務一個很強的一個 比較量比較大的路 黑格在軌道 那軌道都配合我們前瞻的技術 對 那飛機現在可以說很多 其實那種國際航線 那沒辦法取代 那個 所以各自各自三種運劇 都在做它最前瞻的這個技術 所以沒有各個都扮演它的角色 所以沒有什麼說哪一個什麼 無人駕駛是前瞻 你軌道不前瞻 一載個無人駕駛載個有 什麼時代啊 你們怎麼還在吃米 我們早就吃太空包 對嗎 我跟你講 還要怎麼樣我們也是吃米 對 再怎麼樣人類還是需要鐵路 是啊 也比如說高音量 軌道是高音量 你本來也要高音量去照 你如果用小汽車就是一般 一般比較低音量的部分 我們一個車道差不多一千八百台 一個小時 我們一個捷運 一個洪洪二萬五千人 不一樣 我常常用這個算 你說中校動物下面的捷運 你說我不要做 變成車道 要10條以上 要10條車道 那這樣土地更大 這個很大 這個不可能 所以我也覺得我各自有各自的角色 然後各自這三種運距 有不同的專家一直在 往前瞻的方向來走 我們那個前瞻就要走到哪裡 最前瞻就把那技術用進來 就這樣 像我們現在用TrainTrain也是這個意思 像高雄用無價貢獻的輕軌 也是這個意思 前世代現在看它五個系統 可以做那個無價貢獻 各種已經是無價貢獻了 可以想像用未來的這個 像新竹 本身可能會更現一代的輕軌 是 然後基隆就是TrainTrain 已經最新的 大概是這樣 王次長有一個說明 我是覺得他一個說明很好 因為說 軌道就是大動脈 大動脈 那是大動脈 公車 轎車是微血管 是 對吧 我這個軌道車輛給你 穩穩穩 穩到去某個地方 你如果去騎腳踏車 你去騎腳踏車 接駁嘛 你去一個公車接駁嘛 不然你開你的轎車自家用的 去辦公室 或是當地 這就是大動脈 連接微血管的導力 是 我會說的最重要 你大動脈通 微血管通 這個國家就通 對 微血管不通 只有大動脈通也不通 不會通 對吧 那就是小型中風 哈哈 塞住了嘛 所以 真的就是說 你的風機啦 飛機啦 包括我們的鐵路 跟那個 所謂的車輛 汽車 本身就是這樣相輔相乘 有的是大動脈 有的是微血管 對 你全部都通就可以通 你知道嗎 這 這個什麼 這個後面會徵收很多土地嗎 其實齁 大家都這樣 事事何的都說 我跟他說 三十幾個個月 兩個而已 這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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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的綠線 嗯 他綠線 因為他的端點是 那個 機場那邊嘛 所以他配合 航空城的車輪徵收 這是第一件 嗯 第二件事實上 現在是一般徵收 就是淡海輕軌 對 但是你怎麼說 他說 他的那個 被徵收的用戶要求說 如果淡海輕之證有第二期的話 他想要加入區段徵收 喔喔喔喔 所以他留下五年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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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他說 他說已經一般徵收 一般徵收 他說你照試駕給他多少錢就給他 嗯 你如果是區段徵收可以抵會地給你 嗯 換土地回來 對 反而希望說能夠留下這個 可以換 換地 對 這種空間 所以我也覺得 說實在 一般徵收跟區段徵收 最重要就是說 那個 一般的這些 人民可不可以接受 嗯 有的人說實在 他說我要區段徵收 換一些地 你會車頭旁邊 有的是說 我拿錢就好了 對 所以這部份其實齁 其實見仁見智 嗯 不一定說這樣一定的大規模 是 但是我們進了前瞻來看這個 這兩行 就是說有科 就是用區段徵收 一個短海 短海 短海 一個是 桃園的捷運綠線 綠線的部份 捷運綠線 桃園 目前是這樣 朱立倫有反對嗎 朱立倫有反對嗎 朱立倫是說短海嗎 朱立倫在 在前瞻建設也有反對嗎 其實朱市長都希望說他比較多 他都來 希望多一點 多一點 所以他過來這裡 他像國民黨的路線都不一樣 在台灣 他國民黨說到老衛老衛 他才會說太少 其實朱立倫市長 他是基於這個建設 其實他感到我們進行 給他的 比如說現在淡海青軌 安坑青軌 跟三陰線 他覺得不夠 他還有很多 他最大的就是三環三線 這樣國民都要注意 這個朱立倫我看民進黨 哈哈哈哈 他都很多片 都 如果要去找我們部長 說他們很多 比較多的 不要那麼少 好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非常感謝 訪問的是交通部的 政務次長 王國財 王次長 我想一切回歸專業 理性的討論 是 非常重要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感謝你 謝謝宏宇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 那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